在8月12号中国边防武警在中国与老郭的这个边境捕获了12名的脱北者 他们大部分呢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 其中包括一名四岁的儿童 最新的报道显示这些脱北者的意志非常的坚定 他们称宁死也不愿回到朝鲜 而这一次呢中国政府也是非常罕见的释放了他们 把他们交由韩国政府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郭先生做点评 郭先生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脱北者这种新闻呢 其实不是罕见的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呢是在这个老郭的边境捕获的 其实脱北者他要逃跑的这个路线 老郭是不是一个比较经常常见的一个路径 对他们来说 这次据说是从中国的东北 然后一直沿着山东这边下来 然后到南方 从准备从这个东南亚这边 从中国的这个云南出境到东南亚国家 然后呢这些到了东南亚国家 在寻求向韩国的一些领事馆 向他们去寻求政治庇护 那么这个脱北者的这些呢 这是一个很热络的一条线 这些年呢脱北者 所谓脱北者就是从朝鲜 经过非法的一些个途径 跑出来 然后呢 进入到其他国家 然后寻求这个政治庇护的这样一些人 被西方称为脱北者 我看一下数据 这个数据呢 从这个90年代开始一路在增加 现在每年有几千人 只有中间只要一年 一年两年呢 有一些下降的话 差不多是每年都在增加 那是不是金正恩在上台以后 这个数字是仍然是有增加 对 这个情况是一直 我想这个趋势都是增加的 所以我想这一次反映 朝鲜国内的一个社会 民生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我想呢 因为中国跟朝鲜这个边境 它有相当的一个边境线 有一些边境线事实上是还是比较很靠近的 我曾经到丹东 丹东在朝鲜的一些岛屿 跟丹东的基本上是零距离 虽然这个线上有一条线 还有一些地方呢 事实上它原先有一些铁丝网 有些铁丝网也比较稀松的 所以他们在那里的地方 跟中国的接壤呢 应该说是比较方便 但是呢在那里呢 朝鲜呢也有很多边防在那里把守的 比如有一次我在丹东 我就站在那个丹东和朝鲜的边界上照相 踩在那里在这个边界上那个照相 突然我在照相的时候 就突然在一个 不让哪个角落就冒出一个朝鲜的一个军人 穿着军装 就朝我这个嚷嚷让我离开 可见他们在这边呢 有一些很 这个也有很多这个警戒 包括边防那些部队 所以这些脱北者 要他们要越近跑到中国来 其实是冒的生命的危险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而且他们在经历这个千辛万苦 逃出来以后 他们知道如果被捕的话 那可能面临的就是被送回朝鲜 送回朝鲜可能最后面临的也是死刑 所谓脱北者呢 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而且呢要很大的一个冒险 一旦被全送回去的话 恐怕面临的这个灾难呢 是相当很难以想象的 我们过去也确实也都发生过 我刚才讲的这么多年来 每年都有这个大量的一个脱北者 通过这个中国的边境过来 这样的这些做法呢 过去中国的一般的来说呢 就抓到这些脱北者以后呢 一般呢也是交还给朝鲜 朝鲜 那这个是让中国觉得很为难 那你抓到这些 你如果不交回去 因为基于中国和朝鲜的 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 是吧 那么通通把它交回去 但是呢 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包括一些外电的报道 抓回去这些人呢 那个情况是非常悲惨的 这里面又有一个政治和人道的 两个方面的考量 这是两难 对中国来说 你不能这些人 你发现了你不能不抓 抓了以后你怎么办 如果送回去 不送回去 这就要考虑到中朝的问题 中朝关系的问题 你送回去就有一个 人道考量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呢 我想呢 很特殊的 过去是把他们交回给朝鲜 但是这个问题 过去一直都有争议 那么这次 因为你刚才讲到 这些人 宁死不愿意回朝鲜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 如果一旦他们回去 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不仅仅是他们个人 可能他们整个家庭 甚至整个家族 都会遭受到灾难 所以他们宁死不回去 但是我可能更相信的是 在每一次抓获到这些脱北者的时候 他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说 我宁死也不愿意回到朝鲜 但是以前的这个处理方法呢 还是将他们送回了朝鲜 那这一次呢 可以看到有一些特殊 因为是首次释放了他们 并且交给这个韩国政府来处理 这是不是可以反映到 中国跟朝鲜目前的一个关系 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同的渠道跑过去的 那中国 被中国抓到了 大部分是交给朝鲜 这就因为我刚才讲的是 考量到中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 从政治方面来考量 这一次 没有把他们交回给朝鲜 而是把他们释放 交给了韩国 这种做法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中朝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也就是说最近朝鲜在和中国的一些关系 包括在六方会谈的这个框架里 这个里面呢 朝鲜的一系列的动作 都让中国觉得朝鲜呢 并没有很好的 和在这个六方会谈这个框架里面 在中朝关系的这个问题里面呢 能够让中国觉得你是愿意 很理性的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就在两国关系这方面 中国对朝鲜是不满的 我们看到金正恩上来以后的 这个搞核试验 搞多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试验导弹 发射导弹 而且在中朝边境 距离中朝边境 只有一百公里的地方 搞核试验 中国多次的警告 多次的劝阻 并没有能够让金正恩 停止他这些政治冒险的这些动作 因此中国这次也前不久 也在联合国投票支持 对朝鲜进一步进行制裁 那么最近也看到我们一些消息 也看到一些中国对朝鲜的一些支援 也开始减少 或者有的有一些支援是停止的 这些动作都是想警告 你不能再采取这种政治冒险 甚至不能够采取一种想把中国拖进去的 这样一种做法 那么这次把这一批拖北者 没有交给朝鲜 而是交给韩国 这种做法就是再一次的给金正恩 给朝鲜当局一个警告 我认为这个做法就是做给一个人看 就是做给金正恩看 我告诉你 如果你在这样做的话 我们中国可以给你施压 可以对付你的手段还很多 包括这些所谓拖北者 中国的处理手法就会跟过去不一样 其实我们在近期也看到 不停地在释放出一些的信号 包括习近平在上台以后 首先访问的是韩国 而不是说朝鲜 而且在中国在历史遗留问题上 也是跟韩国在紧密地合作 好像对朝鲜有一直释放出这种不满的信号 但是又在另一方面 也看到这个朝鲜 好像跟日本有走得特别近 也不是说走得特别近 我觉得他们也在眉来眼去 想搞一点小动作 日本想搞小动作 我觉得这个并不奇怪 一直安倍上来后 就是我们说白一点 就中国在外交问题上 它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就专门给你捣乱 但是朝鲜这么多年来 依靠中国的支持 依靠中国在国际上 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支持 才能够避免一些 对西方社会 包括美国 对它的更大的压力 但是这种背景下面 朝鲜和日本的这样种眉来眼去 特别是所谓的人质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想 想做一些动作 希望做一些动作 给中国看 给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必须告诉朝鲜 你不能够玩这样一种危险的游戏 你必须在中国 在六方会堂的这个框架里面 来考虑问题 而不能够想要冒险 甚至想要你要搞小动作 来挑战中国的利益 我觉得中国这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接下来这个朝鲜将会怎么样去反映中国的这个处理 中国跟朝鲜的关系会不会越走越远 有这种可能性 我您刚才讲到中国在跟朝鲜半岛 中国一方面跟朝鲜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 跟韩国这些年这个关系不断的在热络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到韩国访问 是吧 那么跟韩国的关系应该说是中国和韩国两个关系 历来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韩国在和中国的这个关系里面 它也得到了很多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的很多一些好处 应该说中韩两国的这样一种关系呢 两国都得意 而朝鲜过去一直是靠中国的单方面的这个支援 单方面的付出来得到好处的 但是却没有想到如何在政治上 在各个方面对中国作出回报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朝鲜如果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的话 中朝关系可能会越走越疏远 这对朝鲜绝对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是中国是作为朝鲜最后一个朋友 如果连最后一个朋友都没有的话 那么朝鲜就会被全世界完全鼓励起来 也许他也在寻找其他新的朋友